韩国近期发布了自家KF-21战机单机突防摧毁 我国双航母战斗打击群的视频 来看详细情况如何 哈喽各位老铁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 我是虎妞 隔别的邻居印度认为自己是亚洲第一 虽说无论是经济还是军事实力 都没看到哪个是第一 但印度就这么自信 也是不得不让人佩服 而另一边的韩国就更自信了 直接认为自己是宇宙第一强国 对于身为宇宙第一强国的韩国来说 他们研发的武器在性能上 应该也是天顶星出气才对 因此近期就在网上流传出了一个 夹杂着中文的韩语视频 视频中是韩国的五代机KF-21 是如何单机突防并团灭这架战机 我国海军一整支航母编队的 并且将神盾舰击沉的同时 还摧毁了辽宁舰和山东舰两艘航母 整个作战过程堪称是降位打击 这个视频一出 不得不感叹韩国在这方面的想象力 KF-21虽说被韩国称为五代机 但实际上这款战机就是一款四代半战机 由于韩国自身在隐身技术上的缺乏 加上美国也不愿意提供这一核心技术 使用的发动机性能也不足 因此这款战机并不具备五代机的 隐身能力和机动能力 但就是这么一款战机 韩国却认为它能够成为 在国际市场上和F-35竞争的产品 而在视频中则是一架KF-21 在和我国海军一整支舰队作战 这架KF-21发射了一款反舰导弹 并且还给这枚导弹加了备注2.5马赫 射程250公里 随后画面一转就来到了我国海军舰队中 一艘弦号515的舰艇 从编号来看 这显然就是我国05C护卫舰中的兵州舰 作为一艘护卫舰 这艘军舰自然是发射了导弹进行拦截 接下来就轮到韩国子嗨的会合了 因为画面显示 冰州舰发射的导弹并没有成功拦截导弹 导弹命中我国军舰后 传来了一片惨叫声 仿佛我军的损失十分惨重 对于发射的这款韩国国产导弹 大家可能也会有很多的疑惑 因为从之前公开的消息显示 KF-21这款战机 能够搭载欧洲的流星空空导弹 美国的GBU-12激光制导炸弹 但偏偏没有韩国自己的导弹 韩国之前都只是在测试 从KF-21战机上发射自己的导弹 这意味着 这个画面属于韩国 对这款战机的未来畅想 并不是现在的画面 在摧毁了弦号为515的05C兵轴舰之后 这架KF-21又继续发起进攻 对搜弦号为151的052C驱逐舰 正轴舰发起了打击 而我国的这款驱逐舰上面 配备了多面相控阵雷达 和美军的诸斯顿舰差不多 按理说 对于韩国发射的这种 速度仅为2.5马克的导弹打击 应该很容易拦截 但在这个视频画面中却显示 即便是正轴舰 也无法抵挡住这种打击 被一发入魂直接命中 并且连带着 另一艘型号152的济南舰 也被命中 这还不算是最离谱的 如果说我国军舰 是因为对方的导弹性能先进 而无法拦截的 这倒还没什么 关键是KF-21可是一款中心机 在载弹量和航程上十分有限 在一整支航母舰队中 摧毁个一两艘军舰 就已经很不错了 它的载弹量和航程 根本无法支撑它长时间的作战 结果在这个视频画面中 这架战机却是开启了 无限续航模式 弹药和燃油都是无限的 更离谱的是 这架战机在打完一艘05C护卫舰 和两艘052C居住舰之后 还不算完 居然又去单枪匹马 对付山东舰和辽宁舰去了 这一点即便是放在美国那 都是从未设想过的道路 要知道航母可是防御最强的军舰 别的显不说 光上面搭载的所有类型 舰载机数量加起来 都快接近100架了 并且在这种空中格斗上 坚实物也并不弱 还有这舰队驱逐舰提供的火力 以及情报支援 就算一架检视骨拦不住对方 这几十架的检视骨 拦截一架也是绰绰有余的 但在视频中 却是两艘航母的甲板上 却是空空如也 也不知道这两架航母 是出来旅游来了 没有搭载舰载机 还是上面的舰载机 都被这架战机给打掉了 对于这段视频 大伙看个乐子就行 即便韩国是为了宣传 自家的这款战机 也不能这么离谱 一架四点五代的中型机 能够单击突防双航母 战斗打击群 还摧毁了两艘航母 这恐怕不是四点五代战机 而是四十五代战机